我与江义青梅竹马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她眼高于顶 而我是唯一能让她耐住性子的乖乖女 可后来 江义身边多了一个女生 性格嚣张肆意 听说很对江义胃口 我开始疏远江义 躲着不见她 直到某天我终于回家 她深夜翻入我的房间 亲吻着我的腰肢 我浑身站立 她却抵在我耳边轻笑 宋宁 你再夺我一个试试 一 酒杯碰撞 灯光闪烁 空气里弥漫着兴奋感 包厢的中心 一男一女被众人围着 女生将头子单手扣在桌面 动作行云流水 揭开的那一刻 包厢里爆发出强烈的呼声 我靠 完解牛逼 妈爷 江哥竟然输了 靠 江义长腿交叠 身体慵懒的向后靠 视线落在头子上 语气散漫 有点能耐 说完 她拿起桌上的酒意而尽 能看到江义被罚酒的场面 这是第一次 众人忙拿出手机录像 发朋友圈 林婉红唇倾笑 眼眸里带着勾人的性感 哪里 也就是运气而已 不过今天能应江少 也算是直了 众人的起哄声更大了 包厢角落里 我不自觉捏捡了酒杯的卑鄙 心里涌上了陌生的情绪 视线落在林婉的张扬精致的脸上 我的眸光暗了暗 她就是林婉 果然很美 二 林婉这个名字 我听了很多遍了 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见上她一面 我与江义青梅竹马 两家别墅挨着别墅 我们五岁就在一起上下学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江义眼高于顶 而我是唯一能让她耐住性子的乖乖女 但最近 江义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女生 名叫林婉 一个小有名气的赛车手 听说性格嚣张肆意 很对江义的胃口 起初我并没有多在意林婉 因为江义从小就长了一张妖孽的脸 追求她的女生很多 但江义从未正眼瞧过她们一眼 可当林婉这个名字出现在江义口中时 我才猛然发现 林婉的名字出现的次数过多了 江义身边的人竟都开始知道了她 靠 你知道吗 江哥和婉姐玩赛车 直接输了一辆麦凯伦给婉姐 和婉姐玩赛车 江少这是不知道婉姐是赛车手吗 谁知道啊 说不定是江少故意输的呢 一辆麦凯伦而已 拿彼得上让婉姐开心重要 啊 不会吧 江少身边不是有宋小姐了吗 宋宁吗 江少肯定只把她当妹妹 宋宁耳朵不好 江少估计就是可怜她 这么多年才一直护着 不然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 江少的性子可不见得能等这么多年 好像也是啊 这样一看 婉姐和江少绝配啊 算 听强调我果然不好 那天 一个很简单的数据 可我在实验室里算了一天 也没算出结果 江毅到时 我还咬着笔 对着一张空白的草稿指发呆 她也不打扰我 将酸奶放我旁边 就带上耳机懒散的坐在一旁打游戏 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我算了半天 算不出来 有点烦闷的放下 叫了她一声 江毅 江毅取下耳机 怎么了 状态不好 我看着她的眼睛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酒吧和他们玩 她会撑着下巴 我要去 江毅愣了一下 惊挑了下眉 便起身帮我收拾书包 我听见她嘀嘀的调笑声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撇撇嘴 不要你管 江毅也不生气 掉了锅当道 行 不管你 四 到了包厢里 江毅差都背着我的书包走在前面 众人刚想叫人 江哥 你咋背 见到我 他们愣了一瞬 说话都小声了些 你念也来了呀 我轻轻点头 江毅勾着唇 看起来心情很愉悦的样子 嗯 我带她来玩玩 她牵着我在沙发坐下 我犹豫了一分钟 拉住她 我想喝酒 江毅点点头 在我的期待下 抬手帮我要了杯果汁 我表情悠怨 林婉来后 场子立马就热了起来 她提一碗头子 众人附和 她便叫了江毅一声 江毅 完吗 本在喝果汁的我顿住 抬眼看向她 很少有人敢当面 直呼江毅的全名 但江毅竟并没有生气 她漫不经心地抬了抬眼皮 没兴趣 林婉隔着人群与我对视 她勾成笑了一下 对着江毅继续道 怎么 江毅你是不敢吗 怕又输给我 江毅黑眸咪了咪 轻视出声 哼 老子陪你玩玩 聚光灯下 众人将他们两个包围 迎乐的林婉眉眼之间 带着张扬的笑意 我又看了看江毅 好像他们确实挺般配的 我示然地笑了下 拿起包 默默离开 五 江毅离京叛道 打架又很幼拽 虽然好招惹 但她不管做什么都很优秀 是出了名的天之骄子 而我沉默安静 家教严格 脑袋里只有学习 是大家口中的小龙子 我的听力很不好 因为我的耳朵先天性损伤 虽不至于听不见 但却常常听不清楚 所以我很安静 极少说话 不管怎么看 我与江毅都不像同一个世界的人 可她却在我的身边 护了我十几年 我从小就带着助听器 每当有人叫我小龙子的时候 都是江毅给我出的气 她对我 好像总是很有耐心 可喜欢她 是我整个青春 最难以说出口的秘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很珍惜这份友谊 所以关于喜欢这件事 我不敢上前一步 我本从不敢奢望 我与她会有其他关系的可能 但我成人里那天 在我的房间里 江毅掐着我的腰 将我狠狠抵在门上 暧昧的姿势 我与她最隐秘的地方 隔着薄薄的衣服贴在一起 她离我好近 近到我的鼻尖 全是她身上的酒气 感受到她身体的变化 我脸红了个彻底 江毅笑了笑 在我耳边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清 江毅并没有回答我的话 只是将我放了下来 蹲下身 为我是穿她送的高跟鞋 手指扒撒着我的脚腕 一下右一下 仰衣爬上几背 我缩了一下脚 江毅眼神晦暗 不再扒撒 伸手为我带上了助听器 我听见她说 真漂亮 声音带着点音哑 宋宁 18岁快乐 我小心看着她 江毅 你喝醉了吗 江毅黑毛看向我 低声笑了下 腔掉散漫 嗯 应该是醉了 她的眼里有说不出的温柔 所以让我误以为 或许我也是有机会的 可她是江毅 又怎会喜欢我这样无趣的人 照顾我 也不过是受家里长辈所托 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 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 6 走在路上 夜晚的风吹醒了我的脑子 其实我没有想过 江毅不在我身边会是怎样的 我与她从小就待在一起 我早已习惯她的存在 就连读大学 我们报考的都是同一个学校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是离不开另一个人的 现在 江毅的身边 出现了更好的女孩 而我也不想做纠缠不放的人 导持距离 是我会做的第一选择 手机铃声打破了夜里的寂静 我想也没想 便点了去听 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又挂断 这是我第一次不接江毅的电话 电话又打了进来 不管我怎么挂断 她都会又打过来 一个又一个 好像欺而不舍 我呼了一口气 终于点了接听 宋宁 你能耐了 不说一声就自己走 江毅的声音里带着点点怒意 她生气了吗 因为你玩得正开心 所以没想打扰你 这么晚了 我能放心你一个人回家 你现在在哪里 站着别动 我来接 不用了 我都21了 又不是小孩子 能找的道路 见我死活不说 电话里 江毅轻轻叹了口气 声音放软 是不是因为 我也没给你点酒 所以生气了 你酒力不好 喝了明天会头疼 不是 电话那边愣住 那是为什么 敬过两酒 我的声音闷闷的 是我突然不想和你做朋友了 理由 电话那头 江毅的声音里 带着点危险的意味 我咬咬唇 你当我桃花了 江毅咬牙切齿 原来是想谈恋爱了 我小心试探 所以保持点距离 可以吗 电话那头 我听见点燃香烟的声音 江毅冷笑 宋明 先把你那一男人 带来给我瞧瞧 气 挂断江毅电话时 我内心是忐忑的 电话又一次打进来 我一咬牙 点了拉黑 妈爷 我胆肥了 竟然也敢拉黑江毅了 我了解江毅 他一定会来找我算账的 幸好明天 我就要去棉城A大的 实验小组交换学习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 该怎样面对他 这是我一个星期前 就向实验室的导师 申请的交换机会 江毅还并不知道 我这个人 因为嘴笨 所以最擅长的就是逃避 明天我就走 买上机票 马溜的走 第二天 我拖着行李 在棉城A大安定下来后 我长松了一口气 我暂时 不再想江毅和林婉的事了 熟悉了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后 我一股脑 加入了实验研究 期间 我的手机有不少陌生号码打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知道 这是江毅打来的 从电话的频率来看 他一定很生气 但他打一个 我就拉黑一个 渐渐的 他也就不再打来了 8 A大实验室的交换学习结束 已经是三个月后了 不少大学都已经放了寒假 所以我直接回了景城 我拖着行李箱 走过的地方 留下了一排轮子印 不同于棉城的湿冷 景城已经下起了很厚的雪 好多小孩在堆雪人 小脸冻的通红 回到家 我妈妈把我身上的雪拍掉 拉着我的手 问我A大的实验室怎么样 我爸放下报纸 转身去厨房 给我煮了红糖姜茶 见到江毅 是在晚上的接风宴上 知道我回来的消息 江爸爸江妈妈 非要给我办一桌接风宴 景城最奢华的饭店 推开包厢的门 我是最后一个倒的 各路视线齐刷刷打在我的身上 那么多人 我一眼就忘掉了江毅 江毅听见响动 漫不经心的掀了掀眼皮 扫了我一眼 淡淡的 好像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 有什么情绪变化 她靠在椅背上 懒散地玩着手机 偶尔会抬头看旁边一眼 宁宁 来江妈妈这里做 江阿姨热情地招呼我 去她身边坐下 我乖巧地笑了一下 应了声号 路过江毅身边时 她玩手机的动作没停 眸中不带丝毫情绪 我在江妈妈的旁边坐下 天杀的 正好在江毅正对面 明明没有说话 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江毅的眼神 总是有意无意落在我的身上 可她的表情又淡淡的 让人琢磨 不出她的情绪 救命 她本来就长得凶 面无表情盯着人看的时候 让人很不自在 我拿筷子的手紧了紧 低头不看她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 她和林婉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相处得好吗 应该挺好的吧 他们两人的性格这么合适 我应该要为江毅感到开心的 但却不懂 这心里的那丝烦闷 到底从何而来 明明 多吃点 阿姨看着你都瘦了 将阿姨的声音 将我的思绪拉回 她包了一只虾放在我碗里 我赶忙把刚刚那些 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脑袋 吃饭期间 我与江阿姨有说有笑 而江毅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冷 我强装没看见 一直到宴席结束 我和江毅都没有讲一句话 就 回到家 我第一时间 就是舒舒服服的 洗了一个热水澡 我吹干头发 打开浴室门 一头就撞进了坚硬的胸膛 拆来摔倒 江毅伸手扣住了我的腰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房间的窗户被打开了 我有点痴痛的抬头 瞪着江毅 他将我身后浴室的门推得更抬 把我整个人带入浴室 江毅 你干什么 江毅没回 只是抬手护着我的后脑勺 将我狠狠抵在墙上 我微微皱眉 江毅却曼桃丝里的挽起我的头发 都带上注听器 他的嗓音低沉 这三个月 你过得好吗 我瞪着他没说话 江毅也不恼 低声笑了下 继续道 宋宁 我可是很不好 炙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脖梗 两个月不接我电话 不回我消息 你那小男又管你挺年啊 我挣扎了几下 没证脱开 江毅靠我更近了 宋宁 你再夺我一个试试 我抬头 撞进江毅漆黑的毛子里 身形僵住 十 江毅眼眸里 全是藏不住的战友欲 他好像在极力克制着什么 眼底的情绪快要把我吞噬 我没见过这样的他 小心叫了他一声 江毅 你怎么了 江毅倾笑出声 附在我后颈的大手收紧 我怎么了 你一夺我就是三个月 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小白才被人拱了 你说我怎么了 他握着我的手腕 将我转了身 下一瞬 腰间传来温润的触感 我全身站立 江毅竟然在清水着我腰间的皮肤 江毅 你疯了 你冷静一点 江毅的指尖从我腰间往上 怎么冷静 你和你那小男友分手 我或许就能冷静 他手指轻轻打着转 声音沙哑 乖 把你小男友叫出来 让我见一面好不好 我看看 他身上到底是哪一点 值得你喜欢 十一 我微喘得气 说话都开始带上哭腔 江毅你有病啊 我又没谈恋爱 哪里来的男朋友 江毅身体猛的顿住 眼神逐渐清醒 你 没谈恋爱 我猛的推开他 我天天做实验 哪里来的时间谈恋爱 意识到什么 江毅眼里闪过慌乱 他小心的放开我 宁宁 对不起 我以为你突然不理我事 他还未说完 我就打断他 以为我交男朋友了 以为是他让我和你断开联系的 我看着江毅 再也忍不住委屈 江毅 就算我谈了恋爱 有男朋友了 又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你凭什么管我 江毅瞬间熄火 半腰开始哄我 宁宁 对不起 不要生气 我往后退离步 声音有点冷 保持点距离吧 你都有林婉了 就别来招惹我 江毅愣住 所以你是因为林婉才不理我的 我和他只认识了几个月 你认为我和他会有什么 我诧异的看向江毅 所以他不喜欢林婉 我叹了口气 突然觉得算了 不想再想那么多 就算没有林婉 现在就保持距离 我有点累了 不想再一直内耗下去 我抬头看向江毅 语气生硬 不重要了 你能和林婉相处 我也能和其他男生相处 江毅垂在身侧的手 渐渐收紧 他似乎想说什么 我没有给他机会 拉开了门 江毅 我有点困了 你走吧 他的眼神暗了暗 抬脚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 江毅停住 宋明 什么青梅竹马 抵不过天降 在我这里 根本就没这个选项 江毅的声线很低 带着点自嘲 你说的对 我们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我有什么资格管你 但 谁又想和你只当朋友 12 我和江毅冷战了 那天晚上他说的话 让我在原地愣了好久 心脏被什么深深击中 或许我一直以来都误会江毅了 可这一次 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说出的话没办法说回 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和他解释 我这样别扭又敏感的性格 连我自己都看不起 以前天天黏在一起的两人 这个假期 我和他都默契的 没有再找过对方 我们第一次 互不打扰 大年初一那天 我们两家聚在一起吃饭 他神色淡然地递过来一个红包 压岁前 我没接 刚想白手说不用 江毅直接塞到我的手里 他的眼神强势又直白 只是声音去闷闷的 拿着吧 红包又不嫌多 除此之外 一整个寒假 我们再没讲过一句话 就连开学 明明在同一个学校 我们的生活 却好像不再相交 渐渐的 不少人开始发现了 我们之间的异常 我靠 江绍和宋明 真是冷战了 决裂 可能决裂吧 应该就是吵架了 开学一个星期了 都没见江绍和宋明走一起过 妈呀 宋明看起来性子那么软 竟然也敢和江绍吵架诶 铺楼上 我和他们高中 就是一个学校的 江绍对宋明出了名的有耐心 应该说 这个世界上 只有宋明敢和江绍吵架才对 靠 怪不得这几天 江绍身上的气压低得要命 那脸色简直可怕 我都不敢走他旁边 13 江毅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讨论我和他冷战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不被人八卦 我开始尽量避开 学校里可能会遇见江亦的地方 再次见到她 是在去上课的电梯里 电梯门要关上的前一刻 几个男生进了电梯 江亦漫不经心地插着都走在最前面 身后是她的朋友 躲了这么多天 我就这么水灵灵地与她遇见了 看见我的一刹那 江亦明显顿住 我不自觉往电梯里走了走 江亦注意到了 眼神暗铃顺 她抬脚进了电梯 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旁边 我抱着笔记本的手紧了紧 微微低下了头 她的朋友还没看清是我 电梯狭窄 我被他们挤到了电梯角落里 正当他们还想往里走的时候 江亦踢了男生一脚 还往里挤 眼睛是没看到后面有人吗 她唇猫看向我 我不自觉又退了退 江亦拉住我的手腕 不自在道 别退了 小心撞到头 江亦的朋友忙给我让出空间 宁宁 你们半夜上课呀 我轻轻点了点头 江亦的手指有点凉 我说不清心里的情绪 心跳没出息的加快 电梯在五楼停下 我小声说了句 我去上课了 江亦黑眸看向我 想说什么 最后只是轻轻嗚了一声 去吧 我与她还是未能和好 十四 与林婉产生交集 是我没想到的 都没想过 她会在我那样狼狈的情况下出现 实验室的课题结束 师兄师姐提出一起去聚一聚 散伙回去时 天已经很晚了 有个对我有好感的师兄 提出要送我 我想也没想去拒绝了 表示自己可以 可没想到 在等车时 我遇见了三个从酒吧出来的酒鬼 他们歪歪倒倒的走向我 看我的眼神色眯眯 美女怎么一个人 要不要我们陪陪你啊 我微皱着眉 神经病 往旁边挪了一步 不用了 你们身上挺臭的 这不是臭 这是酒气 是男人味 我抬手捂住鼻子 本来就是臭的 我说话直白 其中一个男人当即就变了脸色 你 你 小姑娘说话 怎么正不招人待见 说吧 她又低头纹了纹自己的衣服 哪里臭了 我看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呀 另一个眼前的男人 发现了我耳朵上的助听器 指着我心起到 哎 刘哥 他带着助听器 难不成是个笼子 那他怎么还这么伶牙俐齿 不是一般笼子讲话都不利索吗 另一个男人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怪异 笼子 真扫兴 不过这张脸倒是长得真他妈清纯 肯定带劲 说着 他们竟然还想伸出手来 取我耳朵上的助听器 我拍开他们的手 声音带上冷意 我不是笼子 你们说话放尊重点 就想走 我才不害怕他们 我不信这里这么多人 他们还敢对我做什么 15 天杀的 他们竟真敢对我做什么 见我要走 男人不屑地笑了一下 伸手拽住我的胳膊 一个笼子还这么轻高 你装什么 开个价 多少钱 你有病吧 放开我 我挣扎着 求救的目光看向四周 可这几个男人长得人高马大 肌肉结实 还一身酒气 有不少人想管 却又在这三个男人凶狠的目光中 停住脚步 都他妈是相点 少管闲事 不安的情绪把我包围 我开始强烈挣扎 我不能被他们带走 正脱开时 我耳朵上的助听器被打到了地上 我忙弯腰去捡 尽量让自己的手不那么动 和眼泪砸在了手背上 脚也被扭到了 好倒霉 男人失手要来抓我的头发 我咬紧嘴唇 拽紧助听器就想跑 突然 男人惨叫 我被人摁进了怀里 鼻尖传来淡淡的香水味 是林婉 16 他的手一下又一下顺着我的头发 像是在安抚我 因为害怕而发抖的身体 林婉接过我手里的助听器帮我戴上 声音很温柔 别怕 宋明 我抬头看向他 他轻轻擦掉我的眼泪 在旁边坐着等我会儿 我去收拾这棒畜生 说着 他不要上前 我紧紧拉住他衣服的小脚 不安的看着他 危险 别去 林婉愣愣了一下 似乎没料到我的反应 他轻笑了下 拍了拍我的手 我家是开拳气管的 不用担心我 林婉穿着黑色的夹克 一双腿又直又长 他们玩玩为首的男人 起初并不把林婉当回事 你算什么 话还未说完 就被林婉抬脚踹在了地上 随之传来的是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男人狼狈的爬向四周 就 救救我 谁救救我一下 一直没离开的路人 都默契地转头 盲装没看见 俊妮 林婉眼尾上挑 嘴角样起弧度 大家可不爱多管闲事说着 他拎着那人的衣领 又将男人给拽了回来 我抱着包包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婉 天 他在放光 十七 我被林婉扶到了椅子上休息 他蹲下身 查看我被崴到的脚 听说 你和江义还在冷战 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我愣住 随即点头 嗯 林婉坐到我旁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实在想不通江义 还能和你吵架 也不算吵架 但确实是我误会了他 我微抿了下唇 一五一时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旁边被林婉威压蹲在地上 不敢乱动的三个醉汉 听得正起劲 见我讲完 还带着点不满 这就完了 哎呀我去 小姑娘你也太拧巴了吧 我 我当然也知道 我拧巴 被戳中痛点 我嘴忍不住一扁 林婉泽了一声 一脚踹在他们的屁股上 好凶 你还发表上言了 这有你偷听的范 都他妈给我抱头蹲好 少在这叽叽歪歪 随即 又忙转头对我举手发誓 送您 天地之心 日月可见 我是想炮男人 但我想炮的男人 可不是江亦 是江亦的表哥 虽然当时在酒吧玩头子 我是故意的 但那也不过是 以为你俩不开窍 所以想刺激一下 都怪我 林婉没说完 我就开始摇头 不怪你 是我自己的问题 怎么能怪你呢 那你们就因为这事 冷战这么久 我有点低落的点头 嗯 天菩萨 江亦平时挺拽的呀 怎么一对上 你就这么怂 林婉拉住我的手 苦口婆心 互相喜欢的人 哪需要考虑这么多 错过了才是可惜 我抠着自己的手 声音带着点苦涩 可我说了那些话 江亦一定还在生我的气 林婉挑眉 试探问道 你是说 他生你气 他拿出手机 点开了一个视频 18 视频里 江亦一八气的大包个 坐在酒吧角落里 哭得稀里哗啦 像一只被丢弃的小狗 他一瓶一瓶的灌自己酒 谁劝都不好使 有人试探上前安慰 江哥 我们一起给你想办法 一定能哄好宁宁的 或许事情还没那么糟 江亦喝酒的动作顿住 嘀咕出声 没有那么糟 突然他又想到什么 像天塌了一般 眼泪掉的更多了 不可能好了 已经不可能好了 我对他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这次他一定不会原谅我了 周围的人可都没见过 江亦这般模样 一边劝 一边拿出手机录像 我看着这个视频 眼泪巴搭巴搭 跟着往下掉 林婉拿着手机 本还有点得意 你看 根本就用不着你哄 他自己就 还没说完 发现我在哭 他立马开始有点慌了 抓了下头发 盲蹲下身问我 宋宁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哭了 江亦没生你气 不是应该高兴吗 我红着眼眶看他 都怪我 如果我的性格 不是这样敏感别扭 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事 明明知道误会了 好好说清楚就好了 可这么简单的事 我都要犹豫那么久 林婉摸了摸我的头发 没关系 你看 你也很棒啊 对自己认知这么清楚 你也这样觉得对吧 你说 我的性格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和我相处 他一定很辛苦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我哇的一声 哭得更凶了 林婉眼睛刷得瞪大 一副闯祸了的表情 看了看四周 宋 宋宁 别 别哭 不 不 不 我 你 他手忙脚乱安慰 一会站起 又一会坐下 看到远处有点焦急的身影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来得快 江少 这里 十九 听见他叫江亦 我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那双气飞的毛子 江亦微喘着气 像是跑来的 发烧都有点凌乱 他将我上下检查了一遍 在我面前蹲下身 有点心疼的问我 是不是吓到了 我眼眶红红的 我没事 别担心 以前不管走到哪 江亦都在我的身边 他把我保护得太好 所以我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可现在 我在江亦的眼里 看到了深深的自责 他竟然在怪自己 此刻 我的心脏被重重扣击着 江亦安抚地捏着我的手 一下又一下 他的气场太强 旁边蹲着的三个酒鬼 见江亦这么紧张过的样子 按道不好 默契地往角落里缩了又缩 可江亦看向他们的眼里 戴上了怒意 养了养下河 就你们 对吧 江亦浑身力气 酒鬼哭丧着脸 对着林婉大喊 警局 送我们去警局 我们愿意去警局 哼 去警局 江亦的语气平淡如风 太便宜你们了 惨叫声此起彼伏 江亦的每一拳都发了狠 带着浓浓的怒气 林婉默默走过来捂住我的眼 江少 差不多行了 宋宁脚崴了 去医院重要 二十 江亦将我背在背上 林婉点了支烟 你们先走吧 我把这几个傻屈 送回家再说 别个外面冻死了 江亦则手看她 轻点了下头 谢了 抬脚往就近的医院走 背着我的手很嫩 江亦的后背 温暖又宽阔 我将脸轻轻贴在她的背上 不知过了多久 江亦背着我 强装不在意的开口 宁宁 嗯 要不 别躲我了吧 江亦没有催促 耐心的等待我的回答 可她背着我的手 却在忍不住的颤抖 我愣住 像是有好多只蚂蚁 在撕咬我的心口 闷疼的厉害 江亦是一个骄傲的人 这样的语气 很难想象是出自她口 她又说了一遍 别躲我了 好不好 明明强装不在意 却难言紧张的语气 这一次 我和她冷战太久了 差点以为不能和好了 我鼻子酸酸的 好 我将脸埋入她的脖梗 江亦 对不起 江亦的脚步顿了顿 为什么道歉 我抱着江亦的手紧了紧 就是想和你道歉 我明明有好多话想说 可不知道从何说起 但江亦却好像懂我 她低声笑了笑 傻 不用给我道歉 21 因为听不清楚外界的声音 所以我总是敏感于他人的脸色 想要的不去争取 做事又总是顾虑太多 我当了21年的胆小鬼 可此刻 得在我和江亦之间的窗户纸 已经清晰的不能再清晰 我的耳尖滚烫 江亦 怎么了 你愿不愿意试试 和我谈下恋爱 江亦的身体瞬间僵住 我扣着手紧张不已 我知道 以我的性格 如果和我谈恋爱的话 可能很辛苦 没关系 等我更优秀一点 再喜欢我也可以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江亦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 她闷声笑我 傻她背着我继续往前走 我听见她散漫的声音 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你 有烟花 在心里绽放 我和江亦在一起了 22 和江亦在一起一个月后 她原形毕露 我才知道 江亦这些年隐忍得多厉害 夜晚 她将我略显紧张的神情 她取下了我的助听器 听不清楚声音的 我对外面的一切更加敏感 滚烫的吻落下 江亦一次次用力 到达顶点的时候 江亦说了什么 我明明没有带住听器 但我的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 她在说 宋宁 所有选择礼 我都会选择你 23 世界上的共振太多 但我的耳朵能听见的声音 却很少 我的未尽之言 我隐秘的爱恋 好像因为普通二字 我们总觉得会被世界忽视 可是朋友 别低估自己 你很重要 整个星系 没有比你更亮的星星 就像夏天盛大 蝉渺小 但蝉生足以代表夏天 要知道 这山野浪漫 却是为你而开 祝愿各位 此生豁达 正文完 番外 江亦篇 一 从小学开始 江亦就是出了名的小霸王 他在谁的面前 都是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除了宋宁 他拿宋宁没办法 每当宋宁眼眶红红的 要掉眼泪时 不管什么事 江亦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他手忙脚乱的安慰 给宋宁擦眼泪的手 小心翼翼 生怕把他家宋宁的脸 给擦红了 他知道 他们男生的皮肤都糙 江亦无力的发现 他就吃宋宁那一套 只要宋宁在他身边 他身上的戾气 就会不自觉退去 少年脾气的声音里 藏着难以察觉的温柔 宁宁 不哭了 二 意识到喜欢宋宁时 江亦16岁 亲眼看到一个 没清目秀的男生 在放学时 给宋宁递情书 那个男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性格好 脾气好 从不打架 江亦知道 他明明不该管 也没资格管 可看着耳间泛红的宋宁 江亦心里没来由的烦躁 他忍得又忍 满脑子都是凭什么 凭什么他守着的女孩 要让给他 动作快远脑子 反应过来 江亦已经走上前 替宋宁接过了男生手里的情书 男生本不想给 他想让宋宁亲自接 可四目相对时 江亦眼里全是含义 江 江亦同学 江亦冷笑了一声 怎么 身为学习委员 想带着我家宋宁早恋啊 江亦不好惹 男生很害怕 但又还想说什么 可江亦看都没看男生一眼 只动作 自然地背过宋宁书包 牵着宋宁离开 路过男生身边时 江亦顿住 眼神轻飘飘扫向他 别有下次 走了好久 冷静下来后 江亦才发现宋宁的手被他牵着 他有点慌 怕宋宁怪他自作主张 可宋宁好乖 就那么眼巴巴地望着江亦 对江亦说谢谢 说他自己刚刚好紧张 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江亦并不敢看宋宁 他不会知道 他是费了多大劲 才忍住想要抱他的冲动的 他和那些男生一样 对他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三 江亦长了张看起来花心的脸 但江亦并不会追人 他有好几次想告诉他 奈何小姑娘都不开窍 次数多了 江亦也不敢再过界 小姑娘性格敏感 他怕连朋友都做不了 宋宁十八岁时 宋家给他举办一个很隆重的生日宴 来了很多人 景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大家在宴会上窃窃私语 将小少爷放下身段哄人的画面 让他们震惊 但那一天 江亦其实失控了 四 宋家开这个宴会的目的他很清楚 无非就是想要给宋宁目色 一个不错的联姻对象 可他的宋宁还什么都不知道 不少富家子弟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脸上 江亦猴急轻动 将人拉进怀里 累了吗 累了就去房间休息 他将宋宁送回了房间 直到宴会结束 那些想要与宋家交好的人 都没机会与宋宁接触 宴会走到一个人都没剩十 江亦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他烦闷的喝了好几口酒 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走到了宋宁的房间门口 对了 他是来给宋宁送高跟鞋的 只是他挑了很久的高跟鞋 穿在宋宁的脚上一定很好看 可宋宁刚洗了澡 身上的味道好好闻 他把他抵在房门上时 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 五 江亦有点迷恋地看着宋宁 将他的头发挽在耳后 宋宁 你也像我喜欢你一样 喜欢一下我好不好 宋宁没有带着听气 脸上带着疑惑 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江亦顿了顿 滴滴叹气 任命地将宋宁放下来坐下 他没有说话 只是蹲下身 将宋宁的脚放在掌心 为他换上了他买的高跟鞋 他不自禁巴撒着宋宁的脚腕 果然很好看 突然宋宁缩了下脚 江亦清醒 他吓到他了吗 感受到了宋宁的不安 江亦为宋宁带上不听气 四目相对 他轻轻开口 宋宁 18岁快乐 宋宁问他 江亦 你喝醉了吗 江亦眼神灰暗 他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 嗯 应该是醉了 六 那天夜里 宋爸宋妈拿着照片 很认真的给宋宁挑选联姻对象 江亦静止在他面前坐下 他沏了两杯茶 一杯给宋父 一杯给宋母 语气恭敬 宋宁的联姻对象 叔叔阿姨可以考虑一下我吗 宋父宋母脸上闪过为难 他们虽然对宋宁很严格 但他们同时也爱他 他们不求宋宁嫁入高门大户 也不在乎宋宁的联姻 能给宋家带来多少利益 他们只希望宋宁能嫁到一个合适的门户 他们便可以为宋宁撑腰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江亦 可江家家大业大 他们宋家实在算高攀 可一向玩劣的江亦此时眼里尽是认真 要我把宋宁让给别人 他很轻地笑了一下 语气执拗 根本可能宋宁不知道 在他18岁的这天夜里 江亦在宋家敬了两杯茶 而宋父宋母接了这茶 气 谁都说江亦和宋宁是两个世界的人 江亦的人生鲜花怒放 但宋宁的世界常常寸草不生 可江亦看着宋宁那张笑得眉眼弯弯的脸 在想什么呢 他在想 他的宋宁要一直这么开心才好 他不要他普通平淡 他要守在他的身边 要他花开万里 要他一生灿烂 一个小彩蛋 初中时 宋宁做过最叛逆的事 就是瞒着爸妈偷偷吃芒果 他的皮肤很特殊 只要接触到芒果 最会过敏 可他嘴馋 总是会坐在教室的角落里 将偷偷带来的芒果 浓重且严肃地切成小块 拿起牙签全神罐 慢慢地小心地 如临大敌般 把芒果放进嘴里 然后心满意足地取决 他以为没人发现 可他不知道 一向拽间拽地的江小少爷 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他吃芒果的时候 江亦知道宋宁的皮肤对芒果过敏 可宋宁爱吃 他又舍不得叫他不吃 每当宋宁开始接芒果的时候 江亦都会放下所有事 然后平住呼吸 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关注着 直到宋宁吃完 他才敢悄悄松一口气 还好 他家宋宁没事 他家小少爷就没怕过什么事 除了宋宁的事